节目回来跟大家一起关心关于健康保险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请到华欣保险的个人健保经理Karen 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回答一些这个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健康保险的问题 那么尤其是关于这个健保改革之后 很多人对于这个健康保险 尤其在个人保险方面呢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现在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健康保险 那对于这个新的健保改革 对于个人的健保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好 其实我们常常接到很多民众来电话询问 其实明年全民健保一个最主要的影响是说 从明年2014年1月份之后呢 只要18岁以上的成人一定要参加医疗保险计划 不然会被罚款 那很多人更关心说那这罚款要怎么罚呢 对 那我们目前知道的是说 它是根据你的年收入来罚 那比如说你的年收入是3万块的话 明年开始是罚1% 就是3万块的1%那就是300块美金 那或者是说95美元 看哪一个比较高就罚哪一个 对 然后这个罚款是每年会逐渐增高 到了2016年它会罚 罚款分从1%变到2.5% 或是695美元其实是很高的 对 那相信很多这个民众会觉得说 那他怎么样知道说你有没有保险 然后要怎么样去追查 所以对 因为现在健保改革有很多的这个资讯 并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完整 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回答这些民众呢 我们该怎么样去关心 或者说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呢 基本上民众说问的问题 我们都会记录下来 而且他们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提供很多问题到这个Cover California 我们有一些询问的专线 是 那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复一个很完整的答案 那他们一切回应都是说到 大概到8月 9月之后 才会有确切的所有的这个细节才会出来 所以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 还要再等一下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 相信很多人最近可能会收到一些 你的原本已有的这个健康保险公司的一些保单 可能这个价格上都开始上涨 很明显的 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始调涨了 所以在这个健保改革开始之后 尤其从明天开始 是不是在保费上面又有做调整呢 那我们该预期的是什么 是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关心保费的问题 那我们有试算过 因为现在的个人健康保险 主要是根据你的年纪 还有你的这个居住的区域 去决定你的保费嘛 那但是明年全民健保之后会有点不一样 那明年之后的话 主要是根据你的年纪之外 还要根据你的家庭收入 还有你的这个家庭人口 去决定你的保费 那目前很多细节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有用一个例子去试算 比如说是一个30岁的单身女性好了 她现在的保费可能一个月只要80块 可是到了明年 如果在没有任何税收抵免的情况下 或是没有任何政府的补助的情况下 她明年的保费如果是3万块收入的话 明年的保费会变成200块 从80变成200 那是超过两倍之多 是大概2.5倍吧 对 所以明年的保费会越来越贵 那是什么原因呢 起码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调涨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最起码我们民众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变成说 我们好像要去承担这样子的调涨 其实很多民众都担心说 保费越来越贵怎么办 它不是affordable吗 那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承担 但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那我刚刚讲那个状况是说 在没有任何这个政府补助 或是没有任何税收抵免的情况下 那如果政府还是有提供这些 其他相关补助啦 比如说如果是收入 个人收入如果是一万五千块 年收入一万五千块以下的话 是可以申请政府的medical 是完全不用钱的医疗的保障计划 那如果是一家四口的话 它是三万四千块以下的话 是可以就是免费申请这个medical 那其实这个medical的计划 其实很好 那完全不用付费 那如果你说收入没有那么低 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话怎么办 那其实中间有一段是有这个税收抵免 就是说如果你有符合他们的标准的话 你比如说每个月保费200块 它有一个这个discount 就是一个税收抵免 可以直接扣掉 比如说它可以帮你补助150块 那其实你只要付50块 那那个保费的这个抵免呢 是马上可以立即抵免的 不是说你每个月付200 付了一整年之后 它最后年底再 最后一个大的扣 对 它不是这样 它是每个月就直接扣掉了 OK 那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这样子吗 还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去看去查 这个加州全民健保叫Cover California 那其实它在加州这边有几家保险公司 有13个保险公司一起合作 那在这个我们LA这边的话 主要是有7家比较大的 对 那基本上这些保险公司 都有提供一些计划 是符合这个Cover California的标准的 然后到今年10月份之后的话 民众就可以比较知道说 哪些计划是他们可以选择的 那目前因为你刚刚之前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健保改革的一些内容 并不是还是很底定 但是但目前你所知道的 它的健保的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呢 目前Cover California有四个计划 其实很清楚 就是薄金金银铜这四个计划 那大家听名字就知道 薄金等级比较高嘛 那保费就会比较贵 那相对的在这个医疗的 这个Cover的部分也会比较好 比如说好了 虽然保费比较贵 但是如果你在使用医疗服务的时候 这个计划会帮你Cover 90%的费用 你自己只要负单10% 所以是很好的 那有人说我不要那么好的计划 我根本不需要看病 我身体状况很好 那你可以买铜的计划 那铜的部分的话 相对保费比较便宜 那这个计划部分的话 会帮你Cover 60%的医疗费用 那你自己只要付40% 是 所以就要看到你 依照你个人的需求 我看你是要薄金 金 银铜 是哪一个符合你的需要 对 也许你也可以 就你不同阶层的这种需求 来做更换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没错 健保改革确实有让人家 很多很疑惑的地方 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更需要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来为我们讲解 今天非常谢谢Kare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